《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出生 你就是一个观察者 你有没有扮演好一个观察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美感它并不是学习而来的 它是很自然的 就是像你的呼吸一样的 像生活里面的空气 光线 然后你就是你的植物 你把你自己当作是一个植物 或是你也是一个花 那你需要被看见 或是你需要被欣赏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巴黎就看到 法航跟台湾某个航空公司的制服 站在一起 那时候我的感觉 那时候还没有要坐高铁的制服 我就觉得一个是公主 一个是丫鬟的感觉 那那个刺激也还蛮大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 不管是在质感 或是各方面 做工各方面 我觉得制服的重要性 其实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门面 它是多么多么一个重要 而且它代表一个企业的一个形象 因为它是在一个非常快速 你必须要很快能够找到你想要找的人 那这个人又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 它不是只是一个外形而已 那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其实我包括内在的做工 都要做非常的讲究 因为它除了一个门面以外 它还有内在的精神层面 服务本来就是从细节开始 如果你没有让每一个员工 穿的是一个好的 你怎么去教育每一个员工 说你要有一个好的服务 我从穿就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了 你怎么样能够说 你要有好的品质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简单最难和谐最美 所以我觉得在服装里面 好的质感 它才能够表现一个好的一个表情出来 那么在不管是在线条上面 在做工上面 你会更尊重它 我常讲一句话就是服装是城市中移动的风景 那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 每一个人互相的一个风景 生活里面的五感是多么的重要 你每天都要照顾一下你的感官 你的感官才不会麻木了 或是我常说一个眼睛是理性的 一个眼睛是感性的 它才能够在你的生活里面是平衡的 所以我在生活里面 你得要非常认真的去生活 就是说你平常就一定要把 我身为一个服装设计 一个美感的工作者来讲 我觉得我一直不断的就是扮演好一个观察者的一个角色 就是这个观察者是我欣赏周边所有的 包括路边开的野花 光线 什么阳光 不管什么样的天气 我都会 都是在意的 就是说你有在注意这些事情 然后你 我觉得自然而然的 你那个美其实是一种信手拈来的 他不是很刻意的要去创造出来 如果你有用意 用眼睛在看 你就会往心里面去 你有往心里面去 你就会有想法 你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再见